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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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翻看她这两年的穿搭 这位天王嫂真的有努力在提升衣品 并且效果非常不错 只不过就是比较费陈奕迅 早在2003年 许豪颖便以未婚妻身份为陈奕迅设计演唱会服装 尽管在场记者委婉暗示演唱会服装过于普通 陈奕迅仍然将设计大权交给许豪颖 也正因此 陈奕迅每一场演唱会的造型都有许豪颖的参与 除此之外 陈奕迅还化身宠妻狂魔 对许豪颖的前卫穿搭表示赞同 也许是陈奕迅的鼓励给到许豪颖动力 在淡触移了圈后 他便扎根时尚圈 2006年 许豪颖在香港开下第一家买手店 凭借着对时尚的敏锐度 他在潮流界的名气越来越大 甚至连欧美都形成了一种叫做Liger Look的风赏 而Liger正是他的店名 只不过就在事业进入正轨后 许豪颖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 和陈冠西同游日本 瞒着陈奕迅炮鸳鱼 许豪颖绝对是最叛逆的天王嫂 没有之一 2009年 徐浩颖和陈冠西同游日本被拍 港媒配文称 徐浩颖再向陈奕迅示威 因为就在徐浩颖去日本前不久 陈奕迅和西安琪被曝疑似出轨 对此 徐浩颖解释 当时是多人同游 他没有背叛婚姻 他还强调和陈奕迅没有各有各的 但是不介意他和西安琪单独约会 这一番话下来 看似什么都解释清楚了 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而且徐浩颖并没有因为这次风波而收敛完新 2011年 狗仔拍到徐浩颖带着女儿现身游泳池 只不过在徐浩颖身边的并不是陈奕迅 而是陈冠西好友潘世亨 潘世亨某潮牌创始人 先后和谢霆锋妹妹林青霞妓女传出绯闻 从图片中不难看出徐浩颖女儿非常亲近潘世亨 三人在泳池俨然就是一家人 只不过这次还没等徐浩颖发生例证清白 她便卷入了西奥风波 据港媒报道 徐浩颖和赌王之女何超仪等人在演员黄浩开的饭店就餐 等到众人离去后 黄浩立马联系记者并报警称 众人在包厢内西奥 尽管徐浩颖果肃发声明称自己没有西奥 但她和陈奕迅的婚姻似乎亮起了红灯 有记者拍到在西奥风波后 徐浩颖和陈奕迅大吵一架并远赴东京 再回来时手上多了五箱胜利品 而在机场面对记者围攻时 徐浩颖更是全程黑脸 至于徐浩颖回港是谁的手笔 我们不得而知 总之在她回来不久 她便在陈奕迅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澄清西奥风波 也正是这种种风波 徐浩颖和陈奕迅被评为最希望离婚的一对夫妻 得人票数一度超过梁朝伟刘嘉玲 媒体都指责她是败家媳妇 据说连陈奕迅妈妈也不喜欢她 徐浩颖嫁入家门那天 陈母就跟儿子分居 可是很奇怪 无论徐浩颖有多败家 外界对她风品多差 陈奕迅永远都是站在老婆这一边 有次接受采访 陈奕迅就维护老婆说 老婆花的钱都没她零头多 何况钱赚来不就是为了花的 徐浩颖没工作 于是陈奕迅为了还房贷 开始四处巡演 可徐浩颖并未体恤丈夫 而是一如既往的大手大脚 曾有人指责她花钱如流水 霸气徐姐直接回怼 是陈奕迅让我别再工作了 我花的光明正大 徐浩颖还自曝说 有次她跟陈奕迅冷战 两人分居 她当时有离婚的念头 可是后来转念一想 自己离婚后恐怕就找不到像陈奕迅这么好的老公了 于是打消念头主动向陈奕迅求和 陈奕迅的这些纵容行为让外界十分不解 徐浩颖一美身材二美颜值 她为什么要如此爱护徐浩颖 虽然陈奕迅曾半开玩笑的说 自己喜欢徐浩颖就是因为她长得亮 但迷人都知道这理由不能服众 其实在早年徐浩颖救过陈奕迅一命 很多人以为徐浩颖家境一般 但事实恰恰相反 她中学毕业于碧里罗市女子中学 而这是一所培养高官和名媛的官吏学校 徐浩颖能在这里读书 身世肯定不简单 不过她无心学业 中学毕业后就进军模特圈 1993年因为被刘德华看中而成为演员 成为当时的TVB花旦之一 陈奕迅怎么也没想到 她和杨谦华的隐秘情史 就这样被老婆徐浩颖公之于众 陈奕迅和杨谦华相识于 香港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 两人分别拿下冠亚军 并签约同家唱评公司 两个有着相同经历的年轻人 感情也迅速升温 只不过还没等两人有更多的发展 杨谦华便被公司派去国外进修 这段感情戛然而止 而在杨谦华出国期间 陈奕迅和徐浩颖在 独王女儿何超姨的撮合下展开恋情 也正因此 徐浩颖一度被指 介入陈奕迅和杨谦华的恋情 虽说陈奕迅在各大采访中 从未承认过和杨谦华的恋情 但背负第三者罪名的徐浩颖 却直接替陈奕迅盖章了这段过往恋情 并强调 大家现在都已经拥有各自家庭 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徐浩颖还因杨谦华闹过分手 2001年 杨谦华和陈奕迅 在夜店买醉的照片曝光 徐浩颖一怒之下 就向陈奕迅提出了分手 两人得意和好 还得归功于陈奕迅的碎蛋事件 2002年 陈奕迅在演唱会上一脚踩空 摔坏了一个蛋 前女友徐浩颖没买到票 情急之下乘坐货机赶去了医院 这桩事故发生在台湾 当天陈奕迅上台表演时兴奋过度 不慎刷下舞台 下体意外撞到边角上 虽不至于鸡飞蛋打 但也堪比以卵基石 就在陈奕迅痛不欲生时 医生又说了一个晴天霹雳 手术完可能会失去生育能力 远在香港的徐浩颖听到这个消息 吓出了一身冷汗 她全然不顾自己已经和陈奕迅分手 决定赶去台湾照顾她 然而当天的机票已经卖光 一刻也不想耽搁的徐浩颖 当机立断地搭乘了货机 根本不管这样有多危险 等陈奕迅一醒来 病床边就站着她日思夜想的徐浩颖 在经历碎蛋事件后 陈奕迅郁郁不得志 徐浩颖则退掉一切工作 专心陪伴左右 他们之前分手主要是因为家长干涉 并非感情破裂 所以这场大祸 反倒让他们明白了彼此的重要性 然而两人还没另外多久 一个现实难题就摆在了眼前 陈奕迅的手术虽然很成功 但她的系统已经不完整了 这对一个未婚的年轻女性来说 绝对算不上优质伴侣 即便是再重情重义的人 也难免要考虑一阵子 谁知徐浩颖想都没想 不假思索地跟陈奕迅复合了 或许是两人的真情感动了上天 陈奕迅后续恢复良好 徐浩颖在2004年怀了孕 这可把陈奕迅激动坏了 当时徐浩颖爱喝鲜子汤 她就每天一大早去买最新鲜的鲜子 一个个洗干净 然后煲汤喂给徐浩颖 最终徐浩颖诞下了一位小公主 取名为陈康迪 意思是健康的迪霸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另外一桩意外 促使陈家父母彻底接纳了徐浩颖 2003年陈奕迅的家里 发生了一桩重大变故 陈奕迅本来是个高官 有钱有地位 但却被查出私下受贿 涮金额高达300万 一夜间陈家在香港变成了过街老鼠 在陈奕迅最狼狈的时候 是徐浩颖一直陪在他身边 陈奕迅的案子每次开庭 他都会陪陈奕迅出面打理 据报道称 法院当时要求陈奕迅交600万保证金 陈奕迅把家里都掏空了 但还差100多万 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 徐浩颖一声不吭地 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 全然不顾陈奕迅之前一直对他恶言相向 而这份不计前嫌的大度 终于让眼光颇高的陈家父母明白 徐浩颖这人是真能处 你有事他真得掏钱帮你忙 陈奕迅和尚不明白 妻子在他父母那受了不少委屈 此刻的慷慨解囊 其实是不想让他这个当儿子的为难 就在陈奕迅四处筹钱之际 徐浩颖依然拿出自己所有积蓄 共度难关 或许很多人只看到徐浩颖贪玩败价的A面 却忽略了他愿意同甘共苦的避免 而在我看来 经历过患难的爱情更显珍贵 于是陈奕迅等自己在歌坛的地位日渐巩固后 立马告诉徐浩颖 别上班了 我养你 在此之后 陈奕迅掏几亿给徐浩颖买豪宅 直写徐浩颖的名字 徐浩颖喜欢搞潮牌 他就花钱支持 还把自己演唱会的服装交给他设计 别人吐槽徐浩颖败家 陈奕迅却会一遍遍地替徐浩颖解释 并细数他的优点 所以说哪里是徐浩颖命好 不过是真心换真心